进入2024 世界地缘政治冲突情势依旧 台海也还在压力波之内 国军反登陆 处处接战场反复演练 当贴近实战被奉为最高指导原则 敌情想定是否也跟着与时俱进 多神送朝 这个名词是国军自己给他定义出来的 那中共讲的是平垂登陆 政府智库国防院 针对中共政军发展提出了最新评估报告 谈点汉光三九号演习 北台多点地利同时 模拟谈案守备 要港防卫和机场反特攻 应对的就是多层双超 因为解放军登陆手段 随着船舰直升机阵容日渐增加 思维早已跳脱平面 那也就是说未来中共的登陆作案 事实上其实很可能就是在60公里以外 也就是在我的炮和短程废这样的射程之外 我开始做换直升机 它的机电船已经先出来了 它已经想把一些部队放出来 或者去抢夺重要的地形要点 或控制一些重要地形要点 阻断防卫机的打击部队 往台湾来之间 报告之中再次盘点共军兵力 推估中共第一波攻台阵容中 空降兵大约三万名 随着运二十服役 台湾东岸也得盛防大规模投送 而陆军两棲合成旅人数大约三万 还有两千四百辆各式车辆 加上海军陆战队所属的四万名兵力 总数十万大军看来惊人 最大的问题在于部队运输 我认为目前中共来讲 其实继续要去解决的是 很自私的书记装备 我在第一批登陆的时候 我会用民兵的什么地形大队 他说的会指的地形大队 他就指的是鬼方霍尔文 他一定是在第二批第三批之后 也就是我登陆部队上岸 建立登陆港 登陆点 登陆段 我开放港口之后 那我会掌握制空权 制海权以后才会出来 如果按照公开资料 中共陆军航空旅 两栖合成旅 以及海军的两栖舰队 首波在运数量大约5.2万人 因此缺乏自我防护能力的 海上民兵海运大队 势必得在后方待命前进 我退役情人上校认为 这取决于防卫军 还是多少战力 制电池制空制海权 谁能够获得制三权 谁就能够获得登陆 或反登陆作战成功的保证 你如果无法瘫痪 他是不会发起登陆作战的 换句话说 他发起登陆作战的时候 表示防卫军的一方 已经被瘫痪了 如果主战打击兵力 出现不小折损 谈手背 后方就是前线 我们强化目前的清兵器训练之外 另外综合性的演练 要考量到敌情 还有作战的环境 比如说潮汐跟天后 我们在敌最可能登陆的日时前后 来实施这样的训练的话 那无形中我们也是带了一个 很务实的态度 来从事作战演练 推行中的野战清兵器 射击训练 显然以此作为背景 从利于登陆的红色沙滩 率先实施 熟悉防卫动作和战场环境 美军将正规两栖登陆 舰艇的吃水声做依据 来将登陆的滩头 做了一个可攻正规登陆的红色海滩 勉强可攻正规登陆的黄色海滩 以及无法实施正规登陆的 红色的蓝色海滩 考量登陆场的 真实的战况准则只能参考 中共会不会发动登陆战 能不能成功 从环境到国军的防卫用兵 都是决定要素 情势沿袭 或是兵推没有标准答案 重点只在找出不足 做足准备 TVBS新闻 朱光宏 刘立成一日 看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